主席我們請次長 請何次長備詢 委員好 次長好 今天我們討論這是熱帶醫學中心的組織法 那我首先我先針對一下這個 前幾天就是WHA這個部長回來參加的記者會當中 他說這個雙邊會議已經跟美國達成協議 剛剛也有委員提到美國會派員來台灣 來就是協助我們做這個登革熱疫苗的一個研發 那我想請問一下現在就世界各國 在這個登革熱疫苗的一個研發 大家的進度是怎麼樣 那台灣的進度又如何 報告委員 基本上目前疫苗在巴士德 薩佛里那邊 是已經在巴西或者其他的國家已經在使用了 那基本上我們目前要談跟美國的NIH的合作是 在第三階段的這個臨床試驗要進行 所以美國有提出說可以跟我們一起 針對特別是老人的這方面 因為台灣的整個環境來講 是不是跟其他國家不一樣 我們比較主要問題還是出現在年紀大的一個老人的這個防疫的問題 所以我們希望疫苗是可以運用在老人這部分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我們現在台灣的這個登革熱的重症 通常就是像剛剛次長你說的 是發生在老人 就是老人的族群 那現在臨床的實驗它是針對小孩到29歲以下 的這個族群是療效比較佳的 那針對這樣的問題 我想要問說 台灣其實投入這個登革熱的疫苗應該有一段時間 那效果都不是非常好 那最近法國跟美國有一些比較好的消息 那台灣這長期以來在這個疫苗研發上面 到底是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報告委員 基本上一個疫苗的研發 需要很長的一個時間 那登革熱整個的疫苗研發的過程 已經將近二三十年 它主要是因為這個病毒的變異性太快 沒有辦法抓到它主要的一個重點 所以到目前為止才有剛剛所談的 法國的VASTA跟美國NIH 這兩個疫苗為主軸在進行 那台灣疫苗的研發的能量 我不敢跟國際上做太多的比較 但是我們有製造的能力 但是基本上研發上面跟不同的疾病 恐怕它有它一個先進性的困難 這部分我們台灣可能還是需要去突破 那市長你認為說 如果我們真的要研發出來適合台灣用的這個疫苗 大概還要多久的時間 如果我們開始自己要做 我相信時間會很長 所以現階段的一個利益就是 美國他們NIH已經在研發 同時他們也著眼在說 不是只有針對剛剛您說的 29歲以下的一個問題 那看到的是全球人口會老化 可能相關東南亞國家也會走入這樣一個狀況 所以它重點會放在我們的需求上面 所以我們是採取跟美國國際合作的方式 不管在時效或者經費的一個節省上會比較快速 而且基本上他們不是喜歡 它不是商業化的一個思考模式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跟美國合作 那您的預估到什麼時候我們可以研發出來 就是適合台灣用的 這部分可不可以請郭書長他比較清楚 來 書長請 是 報告委員 當然現在我們還不敢講說 確定什麼時候就會成功 那麼這支疫苗它在做這個大型的這個 這個臨床試驗 就是三級的臨床試驗 結果也還沒有出來 只不過是從所有的現在 有的這個資料看起來呢 是非常的這個樂觀 那台灣的部分呢 假使要進行要做的話呢 會進行一個比較小型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Briging Study 就是來嫁接到他們的國際的這個研究 所以假使要做的話呢 也需要到一年到兩年的時間 假使我們決定要做 但是這些細節的部分呢 都還必須要看下個禮拜來 這個美國的這個專家來的時候呢 跟我們國內的專家 大家一起坐下來談 才會有個比較清楚的一個輪廓 謝謝 好 謝謝署長 那我們期待啦 希望就是這個時程 我們能夠盡快 就是研發出來 適合台灣用的一個疫苗 那接下來我要問一下 就是截至目前為止 本土的這個登革熱的病例 有的統計大概是三百七十二例 那這大部分也是年初的一個案例 那其實今年還沒有進入真正的大流行 那其實過去的統計大概會出現在三十週左右 也就是大概八月份的這個時間 那因為其實之前就一直有很多專家在說 今年的一個氣候非常的異常 其實應該大家都有感受到 那對於這種大型的這種傳染性的一個疾病 流行性的疾病 其實大家都會很擔心 那像去年其實台南的疫情就比高雄來的嚴重 然後它也就是由南往北移 有這樣的一個趨勢 那針對今年這樣的一個防疫 有衛福部這邊有做什麼樣的努力 然後有沒有就是預防它一直往北移的 這一個情況的發生 報告委員 基本上溫度其實等於是持續的在增高了 包括前年去年 那今年到目前為止三百多例 其實大部分是去年的一個延續 那最後一例是在四月二十二號在高雄所發生 大概也都是去年新別是一樣 往年大概都是從最快如果從五月提早發生 當然風險就高 那一般到七八月也有 遲到九月的也有 那平均大概都是六月多到七月多 會開始比較大規模的有所謂群聚的狀況 那現在去年在台南的部分其實有一個 不是說它往北移 而是因為人流的關係 就因為台南大概都是古蹟小吃 所以大部分的民眾去到台南的時候 就會在於得到感染 而把病毒帶回去到它各自的縣市 當然在防疫上只要把我們所謂的 常發生的一個地點的防疫做好 當然擴展到其他台灣北部的機會 當然就相對減少 但是不會言的像日本在前年 它就發生大概七十年來有一百六十二例 那主要也是氣溫升高 所以它雖然是白線斑文 它也有能量可以感染到一百多人 所以北部的部分是白線斑文 它有它自己會傳染的一個狀況 但是量都很少 所以只要是南部地區防疫做得好 擴展到北部的機會當然相對就少 那今年度呢不管是從中央 擬定新的所謂登格熱防治計畫 到台南跟高雄 其實他們去年的一個痛苦的經驗 今年都全面性的在做整個改善 如果以高雄市來講 它大概都有把所有的診所的醫師呢 包括快篩 還包括到緊急的一個治療呢 都有把它衛教都結合在一起 所以整個一個防治的體系上面 也有把學者專家融入在裡頭 所以今年度的準備工作 比往年大概是做得更完善 好 那接著我當然就要問到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個 這個熱帶醫學中心 這個組織法的問題 那剛剛其實前面有很多委員也有講到 其實現在已經有國家 我們染病防治研究中心 那這個在台南跟高雄也都已經掛牌 這是成立在國衛院底下 那現在有委員要提出說要成立這個熱帶醫學中心 那看您的報告是希望用法人的方式來成立 那我現在是想要問說 現在這個熱帶醫學 現在有在做的醫院有哪幾間 基本上目前來講 有一些高雄醫學大學小港醫院 是高雄市立醫院公辦名 他們有所謂的一個熱帶醫學的門診 那其他的話大概高雄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本部 也有這樣子一個門診 但是基本上這個如果是登革熱發生 他不一定特別會去這個 所謂的熱帶醫學的門診中心 他可能到家庭醫學什麼科都可能 那如果以所謂研究單位來講 高醫師有所謂一個熱帶醫學中心 但是那是承襲過去的 沒有比較完整的人力編制 因為疾病如果少的話 他投入太多的人力其實是沒有辦法去維持 那些登革熱是包括一般的感染科 還有那科相關的科急診 都會結合在一起去做相關的處理 配合行政部門 所以現在有在做的只有 比較專門在做的只有高醫的 目前因為他過去從創校的時代 就是已經定位是要解決熱帶疾病的一個定位 後來慢慢才轉型 那如果未來成立這樣一個中心 會以這裡為首選嗎 目前是不是考慮說哪個學校 或者是他過去有沒有做過 而是從整體的考量地方政府的需求 跟我們衛福部考量一個國家級的單位 需要設在哪一個地方 同時他涵蓋的一個任務 不是只有局限於一個登革熱未來的資卡 或者是南部比較有的一些 包括日本腦炎 甚至最近比較看到的是 焊他病毒的問題也都可以 甚至連狂犬病我們也可以做一些 相關的一個防治 那我想問一下次長 這樣的一個就是熱帶醫學的一個中心 它的這個功能跟國衛院 它現在底下的這一些就是 就是防治研究中心 它的一個業務 它到時候會不會有很多重疊 然後整個業務是不是要重新再做一個整理 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現階段的所謂掛牌在台南高雄 的文媒傳染病研究防治中心 是當時在談整個計畫的時候是短期的 所以未來一定會把短期的人力 會螺置到未來成立的一個固定永久的單位裡面 所以不會有疊床家屋的問題 所以之後如果這上面 它裡面有一些機關署的一個業務 也會過去嗎還是怎麼樣 基本上它是屬於低度公權力 或者完全沒有公權力的一個單位 它主要是做一些包括防治單位 防治的一些同仁 它需要後勤的包括資料分析 預判 還有它的一些這個資深員的清除的重點在哪裡 是做這些類似的工作為主 所以業務跟機關署也無關 會互相合作 或者甚至可以接受機關署的一些要求 說可以進行哪一方面為主都可以 好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